好 接下來 第第八 乾電池 它是1.5伏特 求燈泡兩邊的電壓 請你看清楚 它是怎麼接的 老師告訴過你 什麼叫做串聯 正負正負接在一起叫做串聯 老師說什麼叫並聯 所有的正接一邊 所有的負接一邊叫做並聯 你了解它是串聯還並聯 就是它應該要相加還是相等 還有一種接法是反過來接 就是正負然後負正 它是兩個對頭 就乾電池兩個出的接在一起這種接法 變成是相比蝦變成是0 所以它會不會相比蝦 那應該是多少 它應該是多少 OK 請問 這樣子應該是多少 你要知道它是串聯還是並聯 然後你才會知道相加還是要如何 然後你才會有一個答案 還是最好是對接 然後就反掉就磨啊 23 23 多少 為什麼1.5 請坐 圖上面顯示所有的三個正都接同一點 三個負都接同一點 所有的正接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 所以叫做所謂什麼聯 並聯 看到這種看不太懂的圖的時候 就請你自己重新畫 畫成方方正正 你看得懂的 比如說從這邊燈泡這裡出發 從這裡出發 這裡出發 冰分兩路 所以冰分兩路 有一路去接一個電池 另外一路再冰分兩路 再去接一個電池 然後呢 通通接回燈泡的同一點 這邊應該有燈泡 通通接回燈泡的同一點 接回通話的同一點 這樣子重新畫 你就看得出來 他生了什麼聯的 是並聯的 你就知道應該會相等 你就知道應該會相等 所以 1.5 1.5 1.5 並聯 答案還是1.5 來 VAB VA珠 然後總電壓是12V 請問多少 這裡有一種解法 有一種解法 這樣解的 電池是提升電位的 負極低電位 你可以假設這個是0伏特 這個是12伏特 我們假設導線沒電阻 所以這個C接到0 所以C也是0伏特 A就多少 12伏特 然後你就可以按照他要求去算 你可以得到答案 這是一種解的方式 這是一種解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用別的方法看得出來 請問你 BC多少 珠希多少 B比C 高多少 或低多少 第一個 BC多少 VBC是多少 VBC 女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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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 你說你不會嗎 你可以看得到 AB加上BC AB加BC就是全部 就這兩點嘛 就是這兩點嘛 就是這兩點嘛 就是12伏特嘛 所以AB加BC就12伏啊 那你告訴我 AB是5伏啊 所以BC就7伏啊 你就會啦 OK 啊 同理呢 同理珠希呢 珠希是多少 同理可證 珠希是多少 好 好 帥哥 男 24 24 24 多少 BIR 請坐下 BIR 比照剛才的方法 辦理 你的A珠加珠希就是 A跟C這兩點 就是這兩點 這就12伏 所以呢 答案就是 4加上珠希12伏 所以珠希就是8伏 好嘞 就可以做啦 你可以由剛才的方法 就可以想出來 B比珠高還低 你告訴我 高多少 低多少 高兩伏特 低三伏特 你告訴我 高多少 低多少 好 請你告訴我 那你用剛才我說 那個0跟12那樣做 你可以更容易做得出來 好 停車站接位 來小女生 啊 12 12號 12號 高多少 低多少 高兩伏特 低三伏特 還是什麼 不知道 求救無門 有人跟你比低 低多少 低多少 一啊 低一伏特 請坐下 高兩伏特 剛才跟你講了嘛 你把那個C當作0啊 接負級嘛 當作是0啊 這個是12啊 然後降一個啊 那再降一個 B多少 就7伏啊 降5嘛 7嘛 那這個12呢 降4多少 8嘛 一個7伏一個8伏 所以低多少 低一伏特啊 你就知道啦 啊 就會曉得了 所以知道第一伏特 這就是我們 讓各位了解一下 電壓電位差的關係 啊 其實考試降考的機會 並不是那麼大 但是蠻希望各位能夠 比較對這個東西有一個 清楚完整的概念 OK 無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